日前一则剑桥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消息登上热搜榜引发热议 对此剑桥大学官方微博于3月25号发表声明称 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并不是剑桥新闻而已经执行数年 对于这一网络热议话题 南京大学科技园南博科学教育研究所上海研训基地主任刘军 近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像剑桥大学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并非个例 正前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并不是新闻 已经好多年了 QS排名前100的大学有很多也都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这也说明国际民意校对中国高考及声援的认可和重视 同时也说明中国高考并不是像一些批评者可忠的那么不堪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自己的短板 结合实际情况 不断完善我们高考改革 刘军主任介绍说 其实剑桥大学的入学要求还是非常严苛的 学校虽然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但要求对应的排名要进入到全省0.1%以内 同时要达到申请专业的语言要求 通常情况下雅思要求7分 其次会考成绩以及校外竞赛等也是录取参考标准的一部分 拿上海来讲 18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大约5万人 前0.1%也就是50人左右 这50人基本上都是清华北大的目标深远 所以咱们建议校长和考生 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慎重考虑做出理性选择 在对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的采访中 有过国外留学经验的林林校长告诉记者 目前在建桥大学就读本科的中国学生有400多名 同时作为世界一流大学 学校在挑选学生时 也会更注重其综合素养和未来发展潜能 因为一所好大学 他们是要培养我们所说的各行各业的精英 那么这些精英不光是在书面考试当中 在读书 在课堂学习中要出彩 更重要的是他要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在一个孩子未来发展 特别是进入社会以后的 这种基本的能力和素养 他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林校长认为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理性和综合考量 包括大学也不例外 切不可盲目跟风 能够进建桥那当然最好 但是如果说其他的学校 海内外的其他学校 其实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说我们中国家长也好 孩子也好 也要理性 也要理性 不能盲目地跟风